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想在下赛季继续争冠 必须要在交易市场上有所行动 当然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普尔送走 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的总决赛当中 勇士队之所以能够战胜凯尔特人 拿到最后的冠军跟普尔的超级发挥 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特别普尔在关键的几场比赛里面 也让很多人看见了他身上有库里的影子 甚至有人断言 在库里退役之后 普尔会是勇士队未来的核心球员 普尔在上赛季也评级自己优异的表现 让勇士队给自己送上了一份顶薪合同 可是 在本赛季开始之后 普尔的表现却跟上赛季大相径庭 在常规赛最后的几场关键比赛里面 若不是普尔最后的失误 勇士队很有可能会还会提升自己的常规赛排名 到了季后赛里面 普尔的发挥也并不理想 有几场比赛的得分几乎都在十分以下 所以 球队输球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目前来说 普尔已经成了队内高薪低能的代表球员 为了能够扭转这样的局面 勇士希望能用普尔 库明家 目的来换取快船队的保罗乔治 不过很多球迷都认为 勇士队这样的筹码估计不会打动快船队 但是 大家也不要忘了 快船队在今年的季后赛里面虽然输给了太阳队 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们实力不济 而是莱昂纳德和乔治在殷商无缘上场比赛 这才导致了快船的出局 对于快船管理层来说 乔治和小卡的伤病 确实制约了球队未来的发展和成绩 按照现有情况来看 快船把他们送走没有任何的问题 以两人目前的伤病情况 在交易方案中 快船队也不会狮子打开口 他们更多的就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些优质的球员 乔治如果能够加盟勇士队 不仅能够为勇士队在进攻火力上得到很好的补充 同时 他也能够在防守段为库里和汤普森减轻一定的压力 而且 保罗乔治如果能够来到勇士队的话 很有可能会复制杜兰特在这里成功夺冠的精力 乔治可以把他更好的进攻能力和全面性在勇士队展现出来 当然 如果乔治真的能够来到勇士的话 也加强了球队的封限实力 甚至 不排除勇社会交易维金斯 除了可以为乔治腾出巨大的签约薪资空间来 也能更好的去补强球队的替补阵容 勇士队也深知 球队的主力阵容如果再豪华也是没有用的 例如今年季后赛的太阳 只有让主力阵容和替补阵容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小 才能在整个赛季保持强大的竞争力 从时间和距离上来看 从三番市到波士顿的航线 是NBA中最长的 全程2704英里 耗时约5小时40分钟 跨越美国东西海岸 你有足够的时间睡觉 看剧或者分析比赛录影 去年6月 当勇士带着3比2的比分 最后一次飞幅波士顿时 库里 追梦 克莱坐在一起 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格林回忆说 勇士队总经理 麦尔斯从我们身边走过 他问 你们还坐在一起吗 一天后 他们拿到了第四个冠军 他们做队友整整十年了 我只是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球员们长时间在一起打球 想要一起出去玩 有多不寻常吗 麦尔斯说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仍然坐在这张桌子旁 我认为 他们甚至不知道 这有多独特 因为他们从未去过其他地方 但人们不会在一起这么久 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会厌倦彼此 一年后 卫免冠军在西部半决赛 G6克长惨败给胡人 大比分2比4被淘汰出局 但勇士已经明确表示 他们仍然想在一起 而且还有很多故事要讲下去 过去的这个赛季 勇士核心都认为 这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个赛季了 库里35岁 追梦克莱33岁 新劳子协议 使得保持这样一支球队的团结 变得更加困难和王贵 勇士篮球只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我们知道 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科尔在2022到23赛季开始时说 这可能是最后一年 也许明年是最后一年 我们已经到最后阶段了 我们都清楚 我们想要充分利用他 如果追梦选择跳出 他下赛季276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勇士私下对留住格林 持乐观态度 勇士内部对汤普森依然足够支持 但他下赛季4300万的合同 实在是太高了 两位王朝老陈都可以谈虚约 但将心实在必行 麦尔斯和他们关系很好 由麦尔斯站出来 跟他们聊将心 会比老板出面合适得多 他的合同6月30日到期 他已经告诉老板 打算在赛季结束后 花时间思考一下 然后再决定他的未来 勇士老板已经多次 给他开出续约合同 这将使麦尔斯 成为联盟收入最高的高管之一 但后者迟迟没有签约 主教练科尔的合同 也只剩下一个赛季了 在被活人淘汰后 科尔说 我认为现在做决定 对我们来说可能太粗糙了 追梦 克莱 库里 我们的核心球员 他们还有很多可以奉献的 我仍然觉得 这支球队有夺冠的潜力 我们今年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但这并不是道路的尽头 球队需要做出一些决定 我们最终会做到这一点 赛季开始前 勇士的规划是双轨并行 老将争冠 同时期待普尔 怀斯曼 库明家 穆迪成长起来 如今看来完全失败了 普尔退步 怀斯曼被交易 穆迪常规赛打不上球 库明家季后赛退出轮换 时间必须拨回到训练营中 格林对普尔的那一拳 这代表着王朝末期 老的冠军核心和球队 希望有一天能取代他们的年轻球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两位当事人在赛季中 都没有再多说什么 似乎大家都已经放下了 但事实上 尽管普尔本赛季 在这件事上相对沉默 但困扰从未真正消失过 我不会说太多 普尔在赛季结束后说 你必须成熟起来 你必须和这些人继续一起打球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成熟很重要 我也只能说 没有多少人能够用逻辑思考 并理解情况的严重性 克尔说 这是他任期内球队经历的最大危机 普尔感觉到了这一点 他知道自己的反应 对球队能否继续前进至关重要 他在大通中心的储物柜 一直就在格林的旁边 这一点从未改变 他只是一言不发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前进 然后在一周后 签下了一份四年最高可达 1.4亿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 毫无疑问 他是赢家 但普尔的表现太糟糕了 尽管场均得分超过20分 但糟糕的防守和首发替补师的巨大差异 让他饱受批评和活人至关重要的G4 普尔只获得了10分钟的时间 四中零没有得分 还有两次失误 他在比赛中表现不快 外界的批评声更大了 赛后普尔静静地坐在储物柜前 回答记者的提问也很简单 普尔这个赛季一直保持沉默 很少听到他坦率地谈论自己的真实感受 但他的想法 和勇士对其他年轻球员 努力争取稳定上场时间 但不得的挫败感 在更衣室里是众所周知的 还有格林达普尔时 被TMC泄露出去的录影带问题 这让勇士在内部进行了调查 尽管没有任何结果被公布 但这种被侵犯的信任 也从未完全恢复 在那之后 人们都变了 一位勇士内部工作人员说 有一段时间 我们都在怀疑彼此 这些事情 让勇士不再是勇士 从赛季开始前 那个曾经打快乐篮球的勇士 球队文化变得不一样了 曾经的勇士是什么样的 从2015年到2019年 他们连续武进总决赛 赢下18个系列赛 只打过三次抢期 这五年里 他们成军64胜 有四年进攻效率 联盟第一 赢球后 他们会在更衣室里 开啤酒庆祝 在客场球队一起聚餐 在训练中演奏音乐 在录影课上 随机插入有趣的漫画 库里赛前热身的搞怪 和球员通道的超远三分 本身就是一场盛大的表演 稍稍改变他们航向的 是耻辱性输掉2016年总决赛后 杜兰特的加盟 勇士开始成为联盟公敌 被其他球队恐惧和厌恶 但勇士仍然是 NBA球迷们的宠儿 毕竟之前的王朝 是充满争议的热火 和无趣的马刺 勇士仍旧魅力非凡 但这赛季非常不同 你看不到勇士开心了 他们课场战绩 11胜30负 联盟倒数第四 打不好课场 通常意味着球队不够团结 勇士有时仍然很开心 在需要的时候 他们仍然很有统治力 感觉整个赛季 我们都在拼命 想要找回当年的状态 科尔说 我们没有做到 勇士的赛季 如何结束很重要 如果首轮就输给国王 无论是财政上 还是情感上 都是不可被接受的 失入轮次 不仅能卖票 还能为老板证明 在未来继续为核心智荣投资 是有意义的 库里在首轮抢7 用38次输手 50分拯救了勇士 但在第二轮G6 勇士被彻底击溃 库里终究是累了 G6他没有等来 他19中3 3分12中2 勇士输掉G1和G4的过程 都很可惜 但这就是NBA季后赛 最多只有7场 输给胡人后 勇士即刻起程飞回三番式 距离很短 不需要去思考 在飞机上该做些什么 他们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勇士希望核心三人组 和麦尔斯都能够留下来 球员们也表达了 继续为勇士打球的愿望 当然他们也意识到 他们本赛季不够好 必须做出改变 霍里说 明年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重新建立起 我们作为冠军争夺者的地位 我们纪念没有 三人之间的信任从未动摇 他们在球队的飞机上 仍然坐在一起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就是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我们会一直竞争到最后一刻 库里说 但我们都知道 这在NBA中 永远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 希望我们在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 还能继续加倍努力